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昨天海巡署跟对方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代表举行了两次的闭门协议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共事 那双方卡在哪里呢 对方要究责 要道歉 可是我方这里没有答应 那中国大陆觉得一定要先道歉认错 然后弃胸 我方说能不能够先脱钩处理 抚慰先行 今天还会继续协商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件事情给落幕呢 我们看到包括知情人士 可能知道这个协商内容的人 透露出来给媒体的讯息是这样的 他说中国大陆要求比照当初广大新案来处理 什么是广大新案 我们把时间倒回11年前 发生在2013年我国的渔民跟菲律宾这个有一个这个执法人员有一个这个执法中间我们的渔民被枪击身亡的案子 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这个群情激愤 台湾这边群情激愤 我们当然声援我们的渔民 白白的就丧失了一条命 所以我方提出是要正式道歉 调查逞凶损害国赔 那现在11年之后 中国大陆现在变成像是我们台湾当年那样的立场 要求我们道歉赔偿起凶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时空的转换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新国会 昨天不是选出了各个委员会的招委吗 那内政委员会国民党是礼让一席给高金素媒 高金素媒是无党籍的 高金今天就讲下个礼拜的内政委员会 他要排金门撞传案的专案报告 媒体下了这样的标题说这是高金素媒出招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两岸的协商 过去大家记得吗 有一个单位叫做白手套 我们这个昵称 戏称是白手套 海基会 海基会据说已经受到陆委会的委托 两次了要发函给海协会通报事情的相关情形 可是对方 海基是跟海协嘛 海协是以毒不回 15号发函一次 19号又发函一次 海协会都没有正式回函 这是来自于海基会副秘书长蔡孟军的说法 而对岸民间的氛围又是如何呢 对岸有很多网友 他们是说网民啦 也是愤愤不平 在文物上有很多讨论 包括这一个讨论的点 大家来看看 说台岛就说我们嘛 威胁祖国大陆 扬言海巡署可以开炮 就是我们的海巡署可以开炮 那他们自己的讨讨内容是说我们的海警胜算大吗 已经在谈这个啦 已经在谈这个 这个互相要开炮这样子的情况了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 包括中国大陆有些学者的分析是什么 他说金门撞船事件有可能是民进党在试探美国 试探什么呢 美国的底线在哪里 这是来自于上海台湾研究会的研究员周中飞 他说民进党要表达什么 亲美抗中 以武谋独 以美不变 不能以美抗中保台的政策的形象 可是又企图维持民进党的执政 在民进党定义的台湾安全问题上 所以民进党在做测试 这是真的吗 这是民进党这个背后的盘算吗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管兵林这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上 因为海巡署的主管单位是海委会 他又是海委会的主委嘛 那今天有记者问他说 对岸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你冷血 你怎么回应 来看看 因为国台办说你极为冷血 你看看我的体温 有点烫 我真的迟到了 我真的迟到了 完全不一样的案件 好 您刚刚看到管兵林在立法院 被记者团团包围 那记者问到冷血说 他说你来试试看我的体温 他摸了记者的脸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他摸记者的脸 说你看先摸手再摸脸 我的体温我是热的 那管妈的内心世界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联合报就有一个这样的报导 因为管兵林作为我们的政务官 可能他有很多心情的抒发是写在脸书上的 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脸书有删文 贴文又删 也有这样子的倾向 那联合报的这个一个整理是这样 在事发 就是所谓的金门事件事发 隔天管妈 语气还带着俏皮 因为事件还没有延伤 那时候还在过年嘛 大年初五发生的 那2月16号事情开始延上了 他的发文开始变严肃 管妈说我的价值观是死者为大 都诚心表达哀悼 然后还把这个贴文贴路传救援案件 以及驱逐案件 越界案件 把这个文字化成数字 告诉大家有多么的密集 然后2月18号有出现文艺体的发文 有软化 还甚至有出现这一篇贴文是 风火连天中一朵盛开的白色百合花 形容用那种文青的文体来形容 自己的心情 之后呢 发现这个 可能有一些言论在发酵 他就用强硬的笔锋来回应 没有隐匿 驳斥外界 以讹传讹的批评 另外最后就说是认知作战 有人要造谣 把他妖魔化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写了一些文字跟贴图 包括管妈金句有像这样的贴图出来了 因为管碧玲的的确确在我们执法之后 被质疑之后 他曾经讲了 未来我方船舶如果遇到大陆海警登检 可以不停留或转弯避开中国海警 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光船 在这个京夏海域被对岸的海警船登船检查 他说可以不用理会 不用停船 不要停 离开 这个打电话求救就好了 这个大家也觉得很瞎 然后管妈过去在高雄的京剧曾经讲过 得登革热才是血统纯正的高雄人 像过去你的过往一点一滴 其实在网络世代都被挖了出来 来 先请教亮哥怎么看管妈怎么看 这个金门快艇事件的后续 其实这个真意点就是 我们接下来要做真相调查才能够究责 那才会决定道歉的程度 这个调查真相的过程 目前我也不认为这个是海巡署的立场 恐怕是国安会的立场 那只是照办而已 国安会的立场就是坚持 司法权完全在我方 那大陆那边说比照广大兴 这什么意思 因为后来 因为双方都没有信任 所以菲律宾那边在验尸的过程 台湾有派法医代表去 一同堪验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你要不要让人家参与 验尸 验船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边不愿意 那不愿意你不要以为表面上就是你心虚 不敢让人家看 我觉得才不是这样 你真的认为 他们会在乎那几个执法人员被判刑吗 不是这样 他就是要你承认我的管辖权 所以你必须要我同意 你可以参与 那你必须承认你是非法越界 那就隐约暗示着这里有一个执法线 你要承认非法越界 那我才能够承认我执法有没有过当 等于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让你参与验尸 验船 那必须我同意 知道他要凸显的就是管辖权 可是中国大陆就认为说 过去都是两岸的红会在接触 不需要到那个层次 所以我们不要碰那个问题 所以中国大陆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不能够道歉 然后接下来就来谈赔偿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做 所以事实上那天陈雪生 有咨询这个问题 说人道跟法律可不可以分开 就是希望就人道的部分 先把它处理掉 那我们的当局显然是反对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 我坦白讲我认为是 民进党认为大概两岸 已经有一些问题 必须要摊牌来讲了 也就是说我的管辖权 你到底要不要承认 或者默认 不然接下来 可能你就是步步禁闭 所以我讲白了 这个事件已经不是管辖林 能够决定的了 管辖林是配合高层的决策在演 他演得很痛苦你知道吧 所以有这些心理屋历程吗 不就是演得很痛苦 我跟你讲 我认为民进党当局 根本就认为 这个时候稍微增加一点紧张 扩大一点冲突 搞不好是比较好的 对谁比较好 所以有人在 为什么人家会怀疑 你是不是在试探美国 因为盖拉格来台湾 我们这边就很忧虑的问盖拉格说 美国会不会抛弃乌克兰 我现在就来看 当惊吓水域出现台湾的 治权被没收的时候 美国站在哪一边 美国会怎么做 不知道 试探 那第二个 第二个我认为他也是在赌 他认为今年的下半年 美国在大选 所以两岸不至于有太大的军事冲突 当然这种判断都是非常危险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坦白讲 是在帮赖清德解套 因为赖清德就是台独 520就要就职了 现在旅游界520要上街抗议 对 他们扬言要之后 那两岸如果冲突紧张一点 你还抗议什么 就事件又更大了 那你去想 焦点又更大 还有包括国民党 国民党你能够质疑我的两岸政策吗 我直接用中共同论人就把你压死了 还有大陆那边今年要开始大推 闽台融合发展示范区 那两岸如果冲突扩大 紧张态势拉伸 怎么推 那赖清德不就不用处理了吗 顺水推舟 不是 赖清德 而且我跟你讲 民进党基本上认为 贸易制裁 入客 入身减少 那是无法避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 赖清德一定会一直被指责 不然我干脆打一个反手牌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破碗破摔症策略 负负得症 就我已经破碗了 我就拉你们一起下来 我没差 反正赖清德已经被指名到信 管碧琳也被指名到信 就两岸来讲都是破碗破摔了 我看你们倒是要怎么面对 两岸的问题 我只要不要让战争发生就好了 这也是有道理的 这也是一种策略 来 请教辉文兄怎么看 已经这么久了 这个就不是单纯的 海商的事件 这是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妍 他正在大陆访问 他跑去跟国台办的主任宋涛见面 国台办约他见面 是在上海的和平饭店 可能前职有去过 但是我没办法去 因为太贵了 夏立妍说要赶快落幕 然后要处民进党公布真相 民进党生气了 令人生气 你怎么可以跟宋涛吃饭 你跟国台办的主任吃饭 你也好 然后林楚莹出来骂他 说这个是现代吴三桂 吴三桂是谁 我只认识陈媛 所以前职这个东西已经定调了 这个就不是不要再去讨论 那个事件的真相 因为这是政治事件 在立法院这个部分 其实前职早上这个画面 是非常的令人不舒服 所以我先告诉前职 你不可以摸我的脸 你摸我的脸 这个就是性骚扰 这个主委你觉得你冷血吗 因为这是同一个中天的记者 从立法院外 所以他到立法院内 他一直问他这个问题 他场外就已经问他了 国台办批你冷血 就管病就说 你看看我的体温 这样我们看不出来 我放大给大家看 他是用手摸他的脸 马德 这个是管碧琳的手 你用手摸人家的脸 这个不是性骚扰吗 男记者有抗议吗 好像没有 马德完蛋了 笑眯眯 我是监督管碧琳 我没有在监督马德 那签识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这个是管碧琳 他今天讲了一句话 就是摸完脸之后他讲说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已经结束了 所以关心这个事情的大陆的朋友 已经结束了 我们的海委会主委已经在立法院 台湾的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 他未谱先知 这个案子的结束是由这两个人来结束的 也就是这个检察总长邢太昭 还有现在金门地监署的检察长周世瑜 由他们两个来结案 他已经告诉你说 司法是非常值得信任的 管碧琳都来预告结果 他如果要起诉海巡署 他会讲这个吗 就是已经定调的没事 没有 他也说业务过失 过失致死 没有 那说给你 伴给你看的 所以签识我预告时间点 我猜对签识你要称赞我 我应会 等到大陆的红十字会跟家属 回去大陆的第二天 案子就结了 你们先离开金门 你们在的时候我结 你们会不高兴 等你们拿了抚慰金回大陆我再结 他不拿 先预告了 他没有认识他不拿钱 我预告 他预告 我预告结案的时间点是这个 如果真的这个 有这个陈辉文的预告成证的话 请你去和平饭店 还有另外一种预告 请你去和平饭店 信安兵也有预告 预告什么 说美国压着台湾去道歉 美国压着台湾去道歉 这里是另外一种预告 那看谁预告准确 就请他们去和平饭店 吃饭 来 大陆一船翻覆 11次协商 没有交集 为什么没交集 因为双方在就责跟道歉上 没有共识 我跟各位报告 永远都不会有共识 为什么 没有影像证明 这哪来的共识 到底是没有密录器 没有影像 还是有密录器 没有使用 谁没有影像 还是有密录器 有影像 但是不敢拿出来 没有人知道答案 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好 那你先讲 陈建仁的部分 海巡知道答案 这不敢讲什么 不敢讲 不晓得答案 先讲陈建仁 他快下台了 不讨论他了 好不好 让他好好退休 先讲 第一线处理的主管 海委会主委管壁林 他之前已经先发文了 他说大陆遇传 翻覆的事情 是有人要摧毁海巡的事情 到底符合谁的利益 讲得很酸 就后来赶快三文 三文的原因是说 他决定再忍耐一下 再忍忍 要忍耐 如果我们的海巡受到了委屈 你忍什么东西 保家卫国不要忍 把讯息拿出来 把证据拿出来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保护自己人 没有 他就三文了 好 三文完就算了 到现在更离谱 对于朱凤莲趁他冷血 他笑着摸记者说 看看我的体温 很高兴 好幽默 好幽默 两岸因为这个事情 现在闹得不可开交 连我们的禁止海域 对方说你不甩你了 直接过来海巡来检查你的 海警都过来了 你还可以笑着跟他说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也很温暖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晓得身为海委委会主委 为什么笑得出来 在这个时候 这么严峻的两岸状况 笑得出来 再第二个 海委委会主委直接讲了 是否会像过去的 广大的新案一样 他说不会 因为没有过失致死的问题 没有过失致死 他已经告诉你 没有过失致死 那请问一下 有什么好谈的 不用谈 永远不会有答案 请问一下 现在检调已经告诉你 没有过失的问题吗 检调有什么证明 可以证实 我们没有过失吗 都完全没有 但是管碧林主委 直接告诉你答案 没有过失致死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不晓得该怎么收尾 我不晓得慧文哥讲的对 还是韩兵哥讲的对 但是我只知道 如果我们的管碧林 继续做海委委会主委 那真的 我们接下来两岸的关系 只会越来越糟 要怎么样能够翻准 现在严峻的局势 让赖政府接下来上来之后 两岸能够如他所讲的 能够友善的交易 友善的沟通 我只能说 目前我真的看不出来 我完全看不出来 好不好 赖军德上任他还升官 有可能 我部长有功 但我只能说 这东西我先讲 我绝对支持 跟挺我们自己的海巡人员 但问题是 很多时候 尤其是两岸关系这么危急的时候 有什么证据说几分话 把事实真相 公布给所有人知道 包括了罹难者的家属 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一昧的 想要袒护某些人 让很多的真相无法浮出随面 这对大家都是不公平的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